大家好,我是黄天天,欢迎你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就是空瓶剂 我已经积攒了 这样大半箱的产品要跟大家来分享 后面想想其实空瓶剂才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一种视频吧 毕竟这些产品都用完了 所以说感受也是比较深刻的 就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产品 我觉得好不好用 哪些东西我会回购,哪些东西我不会回购 然后以及我回购它们的原因等等等等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好,那我们就先从我觉得我空瓶最快的一类产品来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眼唇卸妆液 先来说这个吧,曼丹的这个眼唇卸妆液 我目前为止应该已经用完了七八罐都不止了 就是一直一直回购 这个我在视频里面应该已经分享过很多次了 而且也有很多很多人推荐 真的它就是典型的便宜好用 卸除眼妆非常的干净 就是像Kiss Me啊那种就是长啸的那种睫毛膏 它都可以一下就卸除掉 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舒服 它就没有任何刺激的感觉 非常的温和 但是同时卸妆力度也很强 最主要的是它还很便宜 就是这一罐应该人民币几十块钱的样子吧 而且卸完了之后 眼睛周围的皮肤不会感觉很干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尝试的一个产品 然后接下来一个眼唇卸妆液也是我上次回国的时候买的一罐 这一罐我下次一定回国还要再去买 就是这个美宝莲的眼部及唇部卸妆液 这一款东西我很早之前就有看人推荐了 然后我就在美国这边的drug store去找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美国这边没有 还是我自己没有找到 我找到了不是这一款 是另外一款就是无油版的眼唇卸妆液 我买回家用 那个简直是我这辈子用过最难用的眼唇卸妆液 无油 你们想想一下 怎么卸眼妆 就是连眼影都卸不掉 更何况是眼线以及睫毛膏了 所以那一款也是美宝莲的 就是无油版的 大家千万不要去买 但是这一款我是在国内像天红啊还是什么 就是那些商场里面买的 这一款也是挺便宜的 应该也是人民币几十块钱 超好用 我觉得跟慢单应该也不相上下吧 这两款我觉得都非常好用 都是水油分离的那种质地 然后用钱摇一摇 摇匀了之后就是轻轻地敷在眼睛上 大概过个几秒钟的时间 然后一擦 就基本上80%的眼妆都可以一次就卸掉 内眼线啊或者睫毛膏啊 可能会稍微再需要多擦拭几次 但是也是怎么样的 很温和 有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卸妆液 进到眼睛里面也不会有任何的刺痛的感觉 这一款跟慢单我都超级推荐给大家 这两款眼唇卸妆液也是我一定会回购的 再讲一个卸妆类的产品 这个是我之前有在那个卸妆膏测评里面 有跟大家讲过的这个朵凡的花梨木卸妆膏 这一款我之前说是我不是那么喜欢用 为什么我不那么喜欢用 我还用完了呢 因为它真的是有一点贵如果我现在不用的话 我可能以后就彻底闲置了 所以说我就赶快很快的把它用完了 这一款呢 我之前有讲过了 它比较粘稠 比较厚重 然后味道是比较重的那种香精的 哎呦现在闻到还是就是比较重的那种香精的味道 所以我自己个人是不太喜欢 它在使用时候的那种感受 但是它在用完了之后 肌肤的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就比较保湿 用完猪皮肤也很嫩 不会有那种拔干 不会有紧绷的感觉 但是就是它在使用的时候这个感受我真的不是很喜欢 而且有一点贵 然后又很重 所以这个我是不会再回购的了 然后接下来能跟大家说一个 呃我空瓶了的一个系列 这个系列其实是我在去年黑五的时候打折买的 然后这个套装里面的所有产品我都超级超级的喜欢 首先是一个这个面膜 是提拉紧致的面膜 海兰之谜这个提拉紧致面膜真的没得说 就是急救神器 就我每次在考final啊或者是有考试的时候 皮肤状况特别不好 我在晚上不管多晚睡 我一定要敷一个这个面膜在睡觉 呃因为第二天的气色就非常好 不会不会感觉好像你前一天晚上特别晚睡 然后很暗沉 这个价格可能你单买啊或什么会有一点高 但是我觉得它是值得的 因为它的效果真的太棒了 我有推荐过很多次 所以如果你预算够的话呢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呢接下来是这个他们家提拉紧致的这个精华 这个精华也是我用到完全挤不出来了 其实我很想哎出来了一滴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它是这样子就是淡黄色的精华 很好推开的同时呢它的保湿力度也很好 它主打的是提拉紧致嘛 就是你把这个精华涂到脸上之后搭配一些这样子提拉啊这样子的按摩手法 我是不知道我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 但是我真真真真的有感觉好像涂完之后你的脸稍微紧了一点 但是它不是说那种很干的那种把你绷起来的那种紧 海岸之谜这个提拉紧致系列的产品呢里面都添加了酵素的成分 就是可以帮助你的皮肤里面的那个细胞重新再生 其实如果你细胞再生了的话呢就会感觉胶原蛋白很丰富 我觉得这个产品就是使用感受非常非常的好 除了价格高应该也是没有其他的缺点 我现在一直在蹲他们家的折扣 就我可能想着黑五啊或者是什么时候 如果有更划算的套装啊或者是他们家的产品有打折的话 我应该是会再回购的 接下来给大家说的一个空瓶呢就是这个蓝扣的安瓶 因为可能我脸上就是问题 你们可以看出来一般是没有那么明显的 我主要的问题就是毛孔 我觉得我的毛孔就是踢去这一块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我用完一个月之后我没有感觉明显的我的毛孔有变小 就是毛孔这种东西还是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的 我是因为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分享说毛孔就瞬间没啦 或者是就真的小了很多很多啊 我就被种草了 所以可能我对它的期望是真的是非常的大 它可能还是算是一个好用的产品吧 但是没有那么的神奇 就是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啊好神奇啊 我用完之后我毛孔就可以消失 我就没有毛孔了的这么一个东西 给你们来 我还剩了一点 所以就可以在镜头前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也是比较好吸收的这么一个精华 然后涂完之后也是滑滑的脸上 它跟后续的护肤品也不会有任何搓泥的现象 这个东西味道之前有人说很难闻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也不是说那么的难闻 你们看轻轻的在手上这样拍一下就已经完全吸收了 这个产品是只能用一个月 然后你要停两到三个月 然后再继续使用 就反正是不能一直长期的依赖这么一个浓度比较高的一个精华 我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是不会回购这个东西了 太空瓶的这款精华 我不懂为什么啊 我没有怎么看到有人推荐过它 但是它真的很好用 这个是胶硬湿的恒润精华 这个我已经空瓶 这应该是第二罐还是第三罐了 真的对我们这种大干皮来说 真的是太好用了 其实是水止霜质这样子的质地的 什么是水止霜质呢 就是你们看 现在我已经用完了看不出来了 它是像那个眼唇卸妆液一样 你用钱需要这样摇一下的 因为它下面是水上面是油 油的比例是20%左右 然后水呢是80% 用这款精华就非常的保湿 可能如果你是油皮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能先试用一下 去柜台去试用一下 看你能不能很快的吸收 因为我吸收这一款精华是非常非常快的 可能刚开始我觉得 是不是油妆的东西会很难吸收 会闷痘 但是完全没有 就是你涂在脸上 刚开始会有一点油油的感觉 但是过了可能十几秒钟 就瞬间被吸收了 吸收完之后皮肤感觉非常好 非常的保湿 就算是我在去到很干燥的地方 我前两天去Vegas我就带了这一款保湿精华 脸都是非常的嫩 不会有任何紧绷的感觉 所以这一款精华推荐给干皮的小伙伴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一定要去试一下这款精华 我应该现在还可以挤出来一点 它是这样子蓝色的这样子的淡蓝色的液体 然后你轻轻的推开 刚开始的时候呢 在皮肤上是像油的那种质地 但是瞬间就很快就被吸收了 然后吸收完之后就很嫩 整个皮肤感觉就弹弹 现在的这一款精华呢 是Fersay Beauty 我之前上一个上上个视频吧 有跟你们推荐过他们家的其他几样产品 那个时候就忘记说了这一款精华 这款精华呢是他家的保湿精华 这个精华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用 很适合假如说你是比较年轻的小伙伴 像高中生啊大学生刚开始护肤 然后你追求比较多的可能是保湿这样子的产品 这一款精华就非常适合大家在白天的时候使用 我自己是一个干皮嘛 我用它我感觉都保湿力度非常的好 我现在完全挤不出来 这个设计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是透明质地的凝胶状 然后非常的好推开 但是它不会有那种硅感 就一般有一些凝胶状的那个产品 你用到脸上之后可能会有一种假滑的感觉 但是这一款那个保湿精华就完全不会 我觉得干皮如果你是夏天啊 然后在白天用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精华也是非常够的 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很便宜 我会尽量再去用一下他们家其他的产品 如果好用的话呢再跟大家来推荐 因为我感觉这个牌子好像非常多人都很感兴趣 我自己也是对他们家现在目前吧 林彩雷应该是用的每一款产品都很好用 现在要跟大家说了一个空瓶 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个空瓶 但是我还是很想跟大家来讲一下 因为我收到很多私信 小伙伴来问我说那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 就是那个利普斯泰的冻干粉 我之前有在一个淘宝的购物分享里面 跟大家讲我买了特别特别多盒 那个利普斯泰的冻干粉 因为就是网上的风很大嘛 然后我就买了用了一段时间 应该现在用了得有个三四个月了吧 当然是断断续续 而且不是我一个人使用 就是就它那一款最有名的去痘的那一个冻干粉 我是给小评同学在用的 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对它抱有的期望值太高了 就使用下来 它的效果可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明显 就是小评同学用它来 就是它那段时间额头上这里比较多痘 然后它用那个产品来帮它去痘 我就觉得其实它以前用神仙水的时候 可能效果会更明显一点 就是它之前抱一些比较大颗的痘 我给它敷神仙水 第二天那个痘就会消掉很多 但是用这个冻干粉 我没有那么明显 那么迅速的感觉到 就是痘痘马上消掉了 当然痘痘有在慢慢慢慢的少 但是它自己新陈代谢也很快 它自己的痘痘本来消的也很快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这个冻干粉起效果了 还是就是它本身就是痘就应该没有了 而且它的脸上基本上是不会有痘印 就我们两个的脸上都是不会留痘印的 就是我之前这里长了痘痘 现在你们应该基本上是看不出来我有长过痘痘 它也是就是额头上长了又消了又长 在我们的身上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效果 然后我自己是有用他们家的那个美白的那个冻干粉 那个我觉得没有我现在用的那个维C的那个精华好用 所以就是它的美白效果没有维C那么明显 所以说我可能现在家里还有好多盒啊 我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就是彩妆了的东西 我空瓶了也不算空瓶吧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用完了两个气垫 但是我今天早上发现我真的大错特错 我之前它们两款气垫 都是我完全已经按压不出来任何的粉底液了 但是我今天早上我在看它的时候 我把这一个就另外一面我现在就不翻了 另外一面本来就已经完全是干掉了 我怎么挤那个粉底液都不出来 但是我把这个海绵拿出来 然后翻了一面 发现里面还有好多啊 我的妈呀 所以如果大家手上有气垫的话 记得可以这个海绵是可以 我给你们看一下吧 就可以这样轻轻一拉 它就出来了的 然后它里面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多粉底液的 就不要浪费掉了 这些东西还挺贵的 所以说就 但是我这个已经买了很久了 可能我不能再用了 但是我现在就很心痛 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知道可以把这个翻开来 这个YCL的气垫我买的色号是B20 这个色号应该是曾经一度断火 完全买不到的这么一个色号 就说的是非常适合亚洲人 样子很好看 就是这样子黑金的包装 然后它的味道很好闻 就有种花香的那种感觉 而且味道也是算比较高级的那种味道 干皮在夏天用它非常好 它的遮瑕力呢就一般不算非常强的遮瑕力 但是一般用气垫我们也不会要求它遮瑕力非常非常的高 怎么样 但是它上脸出来的那个妆效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哑光的那种妆效 我记得我之前用它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的 那段时间包里一定会放这么一个气垫 用完那个气垫过一段时间 妆效是最好的 就是你感觉你的脸跟这个气垫完全 就气垫这个粉底液完全贴合在一起 就是有一种尾素颜的感觉吧 就感觉是你自己的气色本来就这么好 最近好像又出了一些新的气垫 然后我自己也在用那个蓝蔻的气垫嘛 我觉得那个也还挺好用的 所以这一款可能暂时不会回购了 我以为我自己完全用完了 结果发现又是把它翻开来 下面还有好多好多 给你们看一下 我之前是这里都已经就是完全干掉了 我今天早上也是这样 轻轻的这么一拎 然后 这里全部都是我的妈呀 全都是粉底液 然后这下面还有好多好多 我买的这个色号是最白色号一号色 它配到手上 给你们轻轻的拍开看一下它的妆效 它的味道是有一种薰衣草的那种味道 也是很好闻 然后你们看拍开了之后就是 非常的服贴 就不会有让你有很重的那种妆感 不完全贴合在一起 而且其实这个色号应该是适合我的吧 不会太白 就感觉现在在上手上看上去的话 色号是刚好 这款气垫上脸呢是水润的那种效果 不是像YSL YSL那个可能是更哑光一些 但是Bobbi Brown这一款是水润的质地 它的延展性也很好 你们可以刚刚看出来 非常的好拍开 这一款我买的时间没有这么久 但是YSL这个真的是时间有一点长了 所以说 这个就算它是空瓶了吧 然后这个我还会继续使用的 再跟大家来介绍 沐浴露 这个是在北美这边非常常见的一个牌子 就是这个叫Bath & Body Works 这个就是基本上北美的每一个商场里面都会有这一家店 他们家东西呢 就是你们如果有去逛过他们家店 应该就知道就是很多很多沐浴露啊 洗手液啊 然后什么身体乳啊之类各种各样的东西 其实我对他们家就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用过他们家那种普通线的沐浴露 我就没有那么感冒 因为我觉得香精味道非常重 但是直到我发现了他们家这个系列叫Aromatherapy 就是他们家一个高端线吧 这个东西真的是有一点贵这个沐浴露 可能这一罐沐浴露都要 我觉得是九刀还是几刀 反正就还挺贵的 因为它容量还挺小 但是味道是真的非常好闻 而且洗到身上感觉超级好 我跟小平同学两个人 我们喜欢两个不同的味道 然后这应该已经是我们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空瓶了 就是已经用完很多罐了 它喜欢的是这一个orange ginger的味道 就是橙子跟那个姜的味道 但是它里面完全没有任何姜的味道 我感觉很浓郁的橙子的香味 然后它上面写的是energy 就是这一款呢 用完让人感觉非常有活力 如果你是习惯早上洗澡的人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味道就非常适合你 但是小平同学是一个对橙子这个味道非常非常喜欢的人 就是它不管什么东西 它都想要是橙子味 所以它这个是它晚上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来洗澡 我喜欢的这个呢是薰衣草味的 其实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薰衣草的味道 虽然是薰衣草味 但是它不是一般我们印象中的那种薰衣草的味道 这个味道就是 哇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还是觉得好舒服啊 让你爱上洗澡 这个味道就很高级 就这个描述非常的抽象 但是如果你们有去使用过的话 就应该会感觉到 这个味道真的很舒服 我不知道有任何什么形容词在来形容它 就去买了相信我不会有错的 就虽然贵了一点 但是很值得 这两款沐浴露是我只要路过他们家店 然后我们家用完 我都会继续回购的产品 接下来呢又是一个沐浴露 这个是花王必柔的这么一款沐浴露 我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标榜的是可以卸除防晒霜 这个真的是在夏天必备的这么一个沐浴露了 我们这一边基本上每天都要擦防晒霜 而且有的时候如果你擦稍微厚一点的防晒霜 洗不干净的话真的会容易焖痘 而且小平同学是一个非常容易焖痘的人 然后他有的时候去钓鱼啊什么的 你们不要说我没有给他擦防晒霜 我真的是把我最好的防晒霜都给他 然后出去玩我就一直说擦防晒擦防晒 他都不理我 然后我有的时候喷他就是拿那种喷雾 喷他他还会觉得不舒服 然后就别动了什么的 所以男生真的没有办法 但是他有的时候擦了防晒吧 他洗澡要是洗不干净的话 他又容易长痘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款专门就是卸防晒的这么一个沐浴露 最主要的是它是橙子味的 对它又是橙子味的 所以说它这一罐基本上一大部分都是他用完的 橙子味的是清爽型的 它还有一个我忘记玫瑰还是什么的 是滋润型的 就是要看大家 我觉得在夏天吧就比较适合用这种清爽型的 但是如果你的皮肤非常的干的话 就建议大家去用那个滋润型的 是在亚马逊上应该有一个卖日本东西的一个店 它到这边应该隔了半个月还是多长时间 反正就不是很好买 但是如果你们在国内的话 应该像淘宝啊或者什么上面都非常容易买到这一款沐浴露 干嘛呀 沐浴露在跟我说话 这个沐浴露我觉得就是在美国这边买不是很方便 所以说我可能就是现在回购起来有一点麻烦 但是如果我看到有在店里面有卖的话 我应该会去回购 以上就是今天空瓶记的所有内容 终于可以把他们这些东西扔掉了 最近就是可能上了一定年纪吧 用护肤品用的非常快 我以前可能抠那么小一点就已经够我整张脸用 但是我现在脸吸收这些东西吸收的非常快 所以我现在护肤品的用量可能已经double了 所以希望后续还会有很多空瓶记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把我这些用过的好用的不好用的东西都告诉大家 可以让你们种种草然后拔拔草 好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